會在台東市傳廣路的蘭嶼服務中心 今年抵注約到期 而新簽約的蘭嶼服務中心公告 12月30號到明年1月5號 休館期間不提供住宿 剛好是返鄉潮 族人反映 休館將造成族人不變 相公所回應 休館期間不提供住宿 是基於安全考量 擔心搬椅 家具影響族人安全 不過 會加休館日期縮短 休館期間是我們有一些家具要搬遷 這樣的話 如果說鄉民居住在裡面 可能會造成它一些安全的考量 也是為了居民的居住的問題產生不變 然後我們特地將公告改成為 105年的10月30號 到了106年的1月2號 東所表示 明年1月3號 族人可以前來免費住宿 新構制的蘭嶼服務中心 位在台東市仁三間149號 獨棟四層樓的房屋 坪數約60坪 套房是房間 總共是23間 希望提供往來蘭嶼跟台東的族人 更為舒適的住宿環境 就此是阿曼立大盛台東市採訪報導 大家好